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拿起盾牌 经历试验 得着救恩 那第一大点它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十六节 那后面两个大点都是根据彼得前书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大点 第一大点说到我们这些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征战 抵挡诸天界里邪恶的属灵势力 需要拿起性的盾牌 借此就能消灭那二者一切火烧的剑 好 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是一卷说到赵慧的书 所以呢 丁在这个信息里面就指明这件事情 就是拿起性的盾牌是为了赵慧 是为了赵慧要与撒旦来征战 所以前面这边就说这个性的盾牌 讲到盾牌 盾牌什么时候要用呢 就是征战的时候要用 要抵挡这些邪恶的属灵势力 所以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件团体的事 那这个大典它有四个终点 第一终点就说性的盾牌是需要拿起来的 那拿起这盾牌唯一的路 就是在身体的灵力祷告 所以我们要看见祷告这件事情 并且罗马书十章十节说 我们心理性 这句话讲 心理性就指明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 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 陈生圣言131页 那第二重点就讲到 性的盾牌是在我们和撒旦中间 今天撒旦对我们的攻击主要是指什么呢 就是这个撒旦的思想注入我们 这些思想就是这个事用 就是这个满了问号的提议 以及怀疑 也就是主要在我们的心思里 如果是今天我们常有怀疑 我们常有这个室友 我们要看见这就是主要就是撒旦的攻击 那我们要怎么样应付这样的攻击呢 就是要拿起性的盾牌 运用我们的意志拿起性的盾牌 那我们如何能拿起这个性的盾牌呢 第三重点就是说 它是有一个根据的 就是我们需要先有真理 意和和平 这就主要是根据以弗所 六章十四到十六节 真理就是我们要用真理束腰 讲到这个束腰就是说到我们的生活 我们需要有基督做我们生活的实际 意的中讲 我们需要对神 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 并且我们与人要有和平 今天若是我们与人之间 心里没有和平 我们要向主说 主啊 你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和平 若是我们能操练这三件事情 用在成形圣言里面就告诉我们 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拿起这个性的盾牌 抵挡撒旦这火烧的剑 那第四重点就再进一步指明 这个性的盾牌的各方面 各位妹如果去看纲要 你会觉得哇好多点 这个相信神 相信神的心 相信神的旨意 相信神的主宰 那我是就拿两个来出来讲 各位妹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相信神的心 我们要相信神 神对我们总是好的 神总是对我们好 就像这个 有时候我们当老师的 跟当父母的有一点不同 我们当老师的要克服一个困难 就是呢 我们对学生做的事情 学生不见得啊 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好 但是呢 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 不论神对我们如何 我们总是相信神对我们是好的 并且呢 我们要看见神的主宰 有时候我们觉得做错了 在神经病里面说 我们可以悔改 但是我们不用懊悔 因为就连我们的错 也在神的主宰里 达成他自己的旨意 好 那接着我们就讲到二三大点 二三大点 其实都是出自彼得前书 彼得前书的主题是 在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 什么是神的行政呢 弟兄在信息里就说 他巴望啊 我们看见 神不只是恩典的神 神更是行政的神 神要借着审判来施行行政 那第二大点就说 我们需要被摆在试验里 然后第一三大点就说 我们摆在试验里 我们最终有一个结果 就是魂的救恩 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 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到 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 第一终点到第四 这个第一终点到第四终点 就指明信心需要试验 那主要的就是两个点 有试验就是我们长进 有试验就是叫神满足 有没有叫神长 有没有叫我们长进 有就像我今天这个要来鸟看 我就这个要这个真的是有长进 我就觉得说这一周 这个虽然很多外面的事物 不过呢 我这周因着要预备这个信息 我觉得里面真的是有一点长进 真的是有一点 觉得说 所以有时候没有预备鸟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回头看看 那几周就不见得那么有长进 那然后呢 有试验也叫神满足 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到 无尾的信心 有没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讲无尾的信心呢 也就是说可能有的信心 不是那么的真实 所以有了试验 神就能这个得着满足 因为神所要的是真实的 用在信息里说 我们的信心可以不用很大 就像圣经里面讲说 信心像一粒芥菜种 可是很小的 但它必须是真实的 所以信心的试验呢 就叫神真实的得着满足 那第五终点到第七终点 丢的那边如果去读 其实会有一点 这个会觉得奇怪说 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他说这个试验是很宝贵的 他说这里的宝贵呢 讲的不是信心宝贵 讲的是啊 这个信心的试验很宝贵 他说啊 这个这个试验的本身就很宝贵 因为这个试验的本身呢 就显就让基督显现的时候啊 满得荣耀 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就像我们最近啊 教育会考考完了 我们学校就在这个门口 贴了一个红布条 就说啊我们的成绩是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呢因着有这个试验 就使花岗国中得着荣耀 哎那所以呢 兄姐妹因着有这个试验 在我们身上基督回来的时候 他就要得着荣耀 这就是彼得一章七节所说的 就是叫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 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 那最后呢 我们是讲到第三大点 事实上第三大点负担 就是啊我们要看见一件事 撒旦要我们放弃 撒旦要我们灰心 撒旦要我们回到世界的享受里 但是我们要拣选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要忠心到底 这就是我们灰的救恩 那大点说到我们信心所受的试验 将来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 就是我们得着信心的结果 我们灰的救恩 这边讲的救恩 跟我们平常讲的魂的更新 变化 是不一样的 这边讲的救恩 是完全的救恩 所以一到三终点 他就说出完全的救恩 魂的救恩 它是信心的结果 在笔前一章五节 他就说到说 这救恩是末后的救恩 完全的救恩 那然后这魂的救恩 我们得着这个所预备的 这末后时期所受的救恩 在一章九节就说 他就描述这个救恩的光景 对方那边可以看 神经圣言138页 就是一章八节 说到信徒有欢腾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对方那边 如果是我们享受这个魂的救恩 我们正常的光景 到我们末了的路程 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 满有荣光的喜乐 这就是我们信心的结果 那可是我们要得着 这样的喜乐 我们需要付代价 就是需要付 丧失魂生命的代价 就是主说 反卫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 必得着魂生命 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 我们需要丧失魂生命 在信息 弟兄特地提醒我们说 这并不是说 我们不能享受任何 这个 就是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但是我们要看见 追求主 是需要付代价的 神是有行政的神 祂不只是恩典的神 祂是有行政的神 所以是需要付代价 然后还有一个发表是 我们是要为谁 丧失魂生命呢 是为主丧失自己的魂生命 所以利用在信息 甚至说 我们要追求成为得胜者 但是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要操练到个地步 就是我们甚至啊 丧失魂生命 不是为了我自己要做得胜者 乃是为着主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操练到个地步 我们会说 主啊 我是为了你 丧失我自己的魂生命 好 那第四终点就说 那我们 其实这个光景实在是太高了 不为着自己啊 那到 我那天读到这里 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啊 达不到 但是第四终点就回答了 我里面的这个疑问 他就说 神的能力啊 能保守我们达到 好 这个259 大本259就是说 并且也深信 他实在是能 保守我所信托他的 所以呢 这整篇信息啊 讲到啊 我们这末了基督徒的路程 有时候我们啊 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信托主 但是呢 能保守 这个信托的 不是我们自己 是神的能力 神能保守我们 得到他完全的救恩 那第五终点就讲到 我们需要 乐切等待着 完全终极的救恩 所以周六呢 就讲到的 这救恩 包含了起初的阶段 包含了长进的阶段 包含了啊 这个完全 这个完成的阶段 所以这里的救恩是指着 完全的救恩 末了的救恩 最大的救恩 终极的救恩 我们就啊 乐切等待我们的身体得数 我们有没有乐切等待 我们的身体得数 我们有没有乐切等待 这完全的救恩 弟兄在信息的末了说啊 他最后举了一个消极的例子 他举这个罗德的妻子 在索多玛毁灭的时候 他就回头看 他就变成了一根眼柱 我们要对这件事情 有深刻的印象 我们不能 这个 当了基督徒一生 追求主一生的末了 最后啊 我们却是 回头看 对不对 我们要 求主保守我们的眼目 单单的注视他 我们要常常向主说 主啊 你才是值得我拣选的那一位 我拣选你 一定永定 我一定永定的拣选你 主啊 这就是啊 我们的救恩 盼望 弟兄姊妹 我们都能够经历这样的救恩 在我们生活中 有 能够回到基督徒正常的光景 就是在我们里面有这样 欢腾 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喜乐 享受这信心的结果 享受这魂的救恩 阿们 那我 这两个人就在这